OK,接下来我们看书三下册第三章 生物的演化历界的部分 下列哪一项是造成演化的其中一种主要的原动力 主要原动力 当然这边你可以看到根据达尔文的讲法 是过度繁殖 生存斗争 遗传变异 然后逝者生存 当然在这边这四个里面应该只有这个变异 它也没有写遗传 如果有遗传的话 可能遗传也变成了其中一个答案 变异 当然主要 因为所谓的演化一定是有一个改变 所以主要的原动力 还是变异跟变异 变异会比较最重要 OK 还有一个图 下图的过程主要说明 如果我没有记错 那个图应该是那个长颈鹿的一个图吧 你们看下 就是长颈鹿图 古代的长颈鹿呢 那颈有长有短 过后呢 它的颈长的 长短可以被遗传 长颈呢 吃到树叶 短颈吃不到树叶 然后短颈的就饿死了 但是明明很多草 这就是火墙的笑话 其实那个时候 草原 然后它的草也可能 那个时候草没有草了 草被吃光了 只是这个图画的 很多条件 OK 以前的教法叫做天则说 以前的教法叫天则说 所以这个是天则作用 OK 教天则作用 当然现在很多人 现在觉得这个天则 用这个天字啊 感觉上怪怪的 像什么天 好像是什么上帝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其实根据回英文版的 它其实叫做natural selection natural就是自然这样子 所以它过后呢 把它翻译成自然 OK 所以把这个天改成自然 所以这个是天则作用 其实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 OK 所以这个是救命的 第三题 任何生物 为了求生存而进行竞争 适者生存 不适者淘汰 这个学说是由达尔文提出来的 这个其实是旧版的一些历界 所以你没看到很直接的 没有什么 这四题根据达尔文的演化论 目前地球上的各种生物都是由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 这个是他讲的讲法 然后其实另外一套理论叫做用金飞退 这个是用金飞退 理论 用金飞退理论 现在好像有一些科学家也因为觉得好像有他的道理 所以一直在寻找证据 把这个用金飞退的原理给他解释 可能他不是所有方面都能解释 可能是一些方面 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不过anyway 你们当作是这个是错的了 因为根据目前为止 这个用金飞退是被推 那个茶者呢 解释了 弄好了吗 好像没有弄到 没有弄到我弄 拿来 好像我的我的 好 呃 alright 然后到第五题 根据达尔文的天泽说 就是那个自然选择 造成现存长景不挺长的原因 是因为死者生存 生存斗争 用金飞退 当然有一部分同学会选来生存斗争 这个就要讲到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选择来讲 你还是尽可能的选 死者生存 不死者淘汰 这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当然 事实上其实四个阶段都没有 好 这个呢 比较 比较这个 关键的 应该是最后的 两个题 第六题 化石为生物的演化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那化石能够证明什么呢 它证明这三样东西 物种的发 物种是发展变化的 还有早期的生物身体结构呢会比较简单 现在的生物呢都是由古代生物演化而来 而不同 不同物种的动物胚胎看起来非常相似 这个应该不是化石那边得出来的结论 这个是他们的胚胎学得来的结论 第七题 生活在草原上的某种昆虫 它经常被一个黑白色的鸟捕食 这一种体色的昆虫 哪一种体色的昆虫会在草原上比较常见 竟然是草原应该是绿色的了 对不对 so 绿色的 所以它特别放这个所谓黑白色的鸟 来不晓晓大家的了 当然不可能是跟这个鸟同样颜色 才不会被抓吧 当然是跟草原同样颜色才不会被抓 so 过了一段时间后 绿色的比较容易存活下来 因为它不死了 第八题 在一处没有受到破坏的沉浸原装 顺序图图 然后表明 图中表明的原层含有化石X 还有比较深的 就是表面的是化石X 比较深的是化石Y 这个能够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物种X是水深的 还是物种Y是水深的 好像都没有办法说明了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水深还是牛深的 但是能够确定的是 Y是出现在X之前 Y出现在X之前 所以答案是东西 第九题 又有图了 这个是米勒的模拟原始地球条件和大气成分的一个实验装置 这个实验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原始地球能够形成原始生命 原始地球能够形成构成生物体的有机物 生物起源于原始大气 地球上的生命来自于宇宙的空间 这个其实应该不是的 比较像是冰 比较像是冰 因为它的确是证明了原始地球能够构成这个 按计算 第十题 化石的记录显示越早期的地层的化石生物是越简单的 越低级的水深的会比较多 当然低级这个讲法 现在其实是想要替走 你会看到整个课本并没有讲到低级高级 因为认为说应该众生平等 然后不应该有低级 你可以讲它结构简单 你不可以讲它低级 对不对 以什么的讲法叫它低级呢 以前就有讲 结构简单就应该是比较低级的生物 所以每次就讲说 这个无脊椎动物是比较低级的 然后脊椎动物是比较高级的 以前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现在的渐渐的不想要再提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 所以这个低级高级 如果你不要看它 其实也可以拿到答案的 也是可以拿到答案 按照达尔文的观点 现今长颈路的颈很长的原因是因为 短颈的被淘汰了 长颈的被保留下来 这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OK 第12题 总之你看到很像像第C的这种 变异朝着某个方向的 这个肯定是错的 OK 总之那个变异是不定向的 达尔文提出来的变异其实是没有定向的 OK 只是纯粹自然选择 那个环境让它往这个选择的这个条件的个体存放下来 第12题 第12题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解释物种演化的原因 以下哪一项是符合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学说 野兔的保护色 而 英锐利的视觉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这个是对的 OK 这个是对的 A 曼切斯特的画尺或黑画 是因为 煤炭熏黑的结果 煤炭熏黑不是熏黑那个画尺过 而是熏黑那个树木 OK 所以这个讲法就不是很正确 无种子的西瓜是通过 遗传 育种 技术培育出来的结果 这个是没有错了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自然选择了 这个是人类的选择 因为人类要是没有种子的 没有种子的西瓜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从这个生物本身的角度 来出发的话 这个没有种子的西瓜 没有种子的西瓜是没有办法繁殖的 根本是不符合他们的一个生活 生存下来的一个意识 对吧 他都没有种子 他都无法繁殖下一代 他干嘛还要形成这样子的一个 果实呢 纯粹就是要给人类赐 所以这个是人类搞出来的 不是自然搞出来的 OK 然后这个什么努力生产果子 这种讲法是用金飞退的 第十三题 达尔文用什么学说来解释生物演化的原理 把自然选择 All right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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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